9月29日,林更新与周东宇同会酒店 第二天,林更新全天都在参加敌人节的发布会 最后一场与清华大学学生见完面后,已接近凌晨一点 林更新乘坐一辆商务车开到周东宇的公寓门口 他在周东宇的楼下拨打电话,表情有些焦急 期间,他还去超市买了口香糖和矿泉水 然后进入了周东宇的公寓 显然,这一晚他们又冤梦重温了 9月22日,两人曾被拍到一起去旺京附近的一家火锅店 林更新和周东宇擦肩而坐,耳边撕磨 他们吃着热乎乎的火锅,心情看上去也是热乎乎的 两人说说笑笑,眉梦穿清,小动作不断 周东宇一直寒情默默地看着林更新 一副沉浸在热脸中的娇羞模样 饭后吃水果时,林更新拿起一串葡萄 周东宇美滋滋地侧过身来 一边温柔地注视着林更新,一边以他愤而食之 走出火锅店后,高大的林更新这时搂住了周东宇的肩膀 周东宇把身体紧紧地靠在林更新的怀里 此时,这对被冲为最萌声高差距的荧幕搭档 看上去正在享受爱情的滋味呢 腾讯娱乐,整理发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